对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呢 都是一些熟悉的陌生人 是的 我们总是能够通过立体环绕声的音响 欣赏到他们对于影片的一些不一样的诠释 但是往往见不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他们真是一群特别了不起的人 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影视剧 大量的声音完完全全是因为他们而变得丰富多彩 迷人万分 甚至给本身表演在大荧幕上表演的演员加分不少 对 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非常优秀的配音演员 我们要来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配音演员 季冠林 欢迎 小季 小季 你看 他很年轻 他们配音演员 一般都不开口说话 为什么 他们开口说话 就赚钱 就很 因为他们靠的就是这个声音 来吸引大家 明白就说一次就少一次是吧 也不能说一次 说一次咱们就得掏一次 说一次就要掏一次 掏一次钱 首先来听听看 可爱的小季 给谁配过音 来 谢谢 费如鱼木 唯有声 唯一费 飞元如泳泉连珠 唯二费 此时用茶 茶品最假 彭波鼓浪为三费 再煮的话 水就老了 不能喝了 满了满了 满了 好优伟啊 马上的大二十三 是这个女孩都配的啊 而且我觉得冠林的外貌 还真的跟这个 跟这个声音 她本身的声音相得益彰 而且还有一点那种 很灵秀 而且还有一点 小小的戴那种台湾腔 有一点点 有一点 当时是 要贴一点林志玲 本身的那个声音 就是她的那个语言 对